天氣 武哥 最近天氣越來越熱 很多同學反映 他們想躲在火室裡拍冷氣 阿米姑今年會不會再錯新高 成為香港在紀錄以來最熱的一年 王校長天氣真的很熱 可能你還記得今年2024年 3月24日錄到31.5度的高溫 是有史以來3月單日最高的氣溫 不僅如此 4月整個月的平均氣溫又破了多久 成為香港140年以來最熱的4月份 至於今年會不會再破紀錄 有很多因素和逼迫平盛 很難預測 不過要進入前10名最熱的年份 應該機會都很大 不僅香港熱 在全世界來說 過去的連續13個月 都錄到同月的最高氣溫 很多人已經死了 所以全球暖化的速度 真的達到驚人的程度 除了熱之外 極端降雨的事件 也會越來越多和嚴重 校長一定記得 2023年9月 我們經歷了一場世紀大暴雨 接著2024年的5月4日 又下了一場紅雨 在將軍澳的雨量更驚人 一天之內下了超過400毫米的雨量 還有 我們的海平面不斷地上升 颱風又越來越強 颱風上來的時候 風暴潮所引起的水浸和拖壞 一定會比以前更加嚴重 如果糧食出口角受到天災 例如乾旱暴雨影響 我們便要捱龜菜捱龜米 所以氣候變化影響真是全方位 看來我們真的要加強 提高學生的環保意識 還要積極培養他們的 雞炭生活習慣 以行動一同去應對氣候變化 沒錯 不過我知道 現在老師很忙 他們還有空餘的時間 安排學生參加環境教育活動 我知道 由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 環境運動委員會舉辦的 陸線通環境教育支援服務計劃 為學校提供一站式的專線支援服務 幫助學校安排各種環境教育活動 而減輕老師行政工作的 青樂這個計劃真是不錯 但參加方法是否簡單呢 很簡單 老師需要透過環文會的陸線通專線電話 電郵或網頁去查詢 參加報名環境教育活動 陸線通還會幫學校配對合適的活動 參加方法真是有方便有快 但有沒有些成功的例子可以給大家參考 以前有間學校 他上系同一日為各級的學生 提供不同環保主題的活動 陸線通隨即就提供了專業的支援服務 為學校配對適合的環境教育活動 幫助學校成功舉辦環保人 同學表示在這個活動裡面 他明白多了實踐低碳生活的方法 也減少浪費 老師亦覺得內容非常豐富 減輕了很多行政的工作 以後學校要搞環境教育活動 就沒有煩惱了 這個計劃真是不錯 不過如果公眾都可以參與 一定可以更加有效地 向不同的群體宣揚環保的訊息 是的 其實陸線通除了歡迎學校參與之外 也歡迎其他機構去申請參加環境教育的外展活動 透過這個活動 在社區人士就可以更加了解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如果大家安排環境教育活動的時候需要幫助 歡迎大家電郵或致電陸線通 3488-5178 太好了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在2050年之前達至碳中和